她這樣子可愛的 又又台姐姐的表演 歡迎最年輕的老師喔 言汝老師 妳有沒有特別希望 哪幾個學生跟你一起跳 平底鞋的 平底鞋的 好 那平底鞋的都站起來 平底鞋 好可愛喔 就腰子感覺是大小孩 這麼難緣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我的寶寶 妳和我 太容易喘了吧 老師 老師 她們年紀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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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怎麼辦 小白老師 她整首唱完嗎 紅豆 又後退了 大紅豆 芋頭 嘻嘻嘻嘻 妳要加什麼 紅豆 大紅豆 好累喔 芋頭 芋頭 妳的真正好看著妳 愛情空的線上 好難的 不穿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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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氣 我給妳的風 同時妳的冠軍 我是照片 我來的冰淇淋 妳的冰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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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花生 妳還好嗎 我還好 太重了 妳剛剛要跟我們爸爸媽媽講 投訴老師 對 太快 好 我們攻不上了 妳完全跟不上 對 這個學校沒有辦法 教育 教育 兩個 就是小孩就會放棄 口氣 妳讓小孩要昏倒 要暴斃 其實他們是階段性的練習這個 所以他們會覺得 可是我孩子已經要死了 妳看 她嘴唇就發展了 讓妳要怎麼解決 趕快 能夠呼吸嗎 她才呼吸 口在口 趕快 她從小起不動病是不是 那妳可以先坐一下 休息一下 喝口水 好 妳妳坐一下 還好嗎 小朋友 妳就坐著 可以嗎 鬆鬆小朋友 OK吧 我可以接下來都不要上課嗎 不行 老師 妳要安撫她嗎 對 她已經不行了 她想很好 怎麼辦 多助力 那我們去旁邊喝口水 不然等一下老師有準備 喝水 那誰的口水 喝老師嗎 我喝 一口水 那你先 小朋友我們都有準備運動飲料 等一下可以喝 在哪裡 在哪裡 妳在哪裡 沒有運動飲料 運動飲料 沒有運動飲料 有啦 老師都會有準備 我們沒有啊 我們幫忙等一下會有一罐這樣子 犯過她 這可以放電喔 有好感情嗎 有 感情 妳再說一次 我的表情是怎麼樣 非常美 對 非常驚天動力 所以妳今天要帶動唱的路線是什麼 就是手指搖 所以我們大家是坐著就好嗎 對 坐著就可以了 手指搖 好 老師請出來 好 歡迎溫妮 小朋友你們的手在哪裡啊 我們要來跟小兔子玩遊戲囉 仔細聽喔 小小白兔 小小白兔 全身遠遠都是貓 我把蘿蔔送給你啊 快快長大好不好 大大白兔 大大白兔 老師 妳是不是猜不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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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長大了 人家還有劇劇 他的劇啊 是劇 劇劇 劇劇 後面長得白兔 你看吧 幹嘛選情唱咧 不是 因為他 他已經不該洗太高了 不是 因為他怕洗太高會破 對 就沒想到後面太低了 我現在不是 我該 我等一下要更低耶 還要更低耶 等一下還要更低耶 你等一下會有多低 你先讓我們知道是菜瓶的D嗎 菜瓶的D 菜瓶 菜瓶太低了 那還多大啦 不就是兔子病 那不然你幫我唱就知道好不好 好 妳加油 我們要重 我們現在重唱對不對 好 Key夠一點 OK 小 好 小小白兔 小小白兔 全身遠遠都是貓 我把蘿蔔送給你啊 快快長大好不好 大大白兔 大大白兔 全身碰碰很多貓 我把蘿蔔送給你啊 你陪我玩好不好 老大兔 老大兔 真的怎麼樣 我跟他說 我跟小朋友的反應變什麼一樣 我丟老的反應 你只不老的反應 真的 小朋友 我要唱到這一段 那你跟他睡著屁 你根本不可能再下去啊 我跟他已經 幸好沒有救我 你知道嗎 那我剛剛 我要挖地洞了 你知道嗎 我就下不去 所以你覺得破音比較丟臉是不是 如果高音破音就丟了 破音比較丟臉 所以下不去還滅 我跟下不去還滅 今天下不去你就小子 就有點這樣 對啊 你就彈幕帶過就好 OK 好 我們看到了 老老白兔 老老白兔來了 來 老老白兔 老老白兔 全身兔兔 沒有嗎 好可憐 我 我把蘿蔔送給你啊 不要嚇我 好不好 還有更低的嗎 沒有了 再低就往上去 沒有吧 再低就往生了 已經老了 本老白兔 本老白兔 時間老的吧 不是啦 我不是啦 我不是啦 唱一唱就走了 對 溫妮 只要這首歌 主要小朋友回家 會發生一個很悲慘的事情 然後一定要遇到奶奶 奶奶 你現在是老老白兔 你現在是老老白兔 你講話要走 沒有毛了 不是 好可憐 只要聽到老白兔 都跟你們的反應不一樣 就是會笑 就是會笑 所以那反而是一個笑點 對 就是他們就是很喜歡 其實還滿可愛的啦 很可愛啦 對 但我就是覺得 小朋友其實喜歡老師 都是因為 我們看到老師的時候 會覺得他們很有活力 所以我們都希望 讓小朋友的活力 可以看到老師之後 然後變得很有活力 對 但是你知道很多小朋友 其實他們不是 像剛剛妮妮有講到 就是很多小朋友 他其實每個人出生 可能有一些狀況 然後如果說是一般的孩子們 其實父母親都會很擔心說 他剛出生了 可能我們養到 可能一歲兩歲之後 要把他們送到幼兒園 在這之前 我們都會希望說 在這個狀況裡面 黃金時期 我們給他養好 養滿 那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們小時候會打預防針 小朋友就會送到醫院去 然後打預防針 然後就幫你量身高 體重 頭圍 然後跟你講說 媽媽 你們家 可能小孩是座落在百分之幾 對 你知道只要父母親看到 百分之八十五 九十 都超開心的 對 但是只要七十 甚至八十以下 你就會開始擔心 可是你也不知道擔心什麼 就是你也沒有看到 其他的小孩 可是你就會覺得說 完了 我的孩子輸在起跑點上 所以我覺得除了學習之外 其實最重要 其實大家都會擔心說 我的孩子有沒有營養 我們家的哥哥跟弟弟 老大跟老三 都很喜歡喝牛奶 然後我們都知道 牛奶就是不蓋嘛 可是我們家妹妹 完全不喝牛奶 而且我之前還買過 羊奶 優酪乳 羊奶 優酪乳 給她喝 她只要聞到奶的味道 她就是不喜歡 我有帶照片 其實 妹妹跟哥哥 大概差兩歲吧 兩歲而已 兩歲而已喔 你看是不是差很多 差很多 感覺像三四歲對不對 對 差三四歲 可是哥哥 他其實他就是真的什麼都吃 然後他也是 瘦瘦 長長的一直往上漲 然後妹妹就是一直坐落在 我都覺得他 我很怕怕怕變成正方形 我們家妹妹才三年級 三生四 有一個女生 三年級看起來像五年級 那我一定問嘛 我說 妳都給妳女兒吃什麼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 就是 就動她的營養 均衡這樣 我說我也營養均衡 我都給她熬大骨湯喝了 她原本還 就是跟我含糊帶過 後來她一聽到大骨湯 蜜蜜不講對不對 對 她一聽到大骨湯 她的眼睛就張亮 她就說 大骨湯不能喝啦 你們用大骨湯來熬 讓小朋友吃鈣質 七十碗的大骨湯 可能才攝取到 一杯牛奶的鈣質而已 而且還不包括 上面的那一層油 油脂 七十碗 很難熬 很難熬 而且我們不是會加醋 想要把那個骨質熬出來 其實孩子的攝取量 其實不一定可以達到 我們想要他的攝取量 然後我就說 你那麼厲害 你拿出來啊 你有什麼法寶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們其實一直給小朋友 補充的 就是很單純 小朋友想要吃的時候 自己會拿去吃 我說吃什麼 然後他就找找找 他就說 我有帶來 我給你吃 我把這一包帶回去給他的時候 他現在是每天跟我要 真的 吃到現在 我那時候講他大概三年級 剛開始 然後大概半年的時間 你看 這是我們前一陣子拍全家福 他跟哥哥的距離 已經沒有到 兩個頭這麼多了 重點是因為 這個東西好吃 所以他每天都會跟我要 所以沒有任何牛奶的味道 我覺得他的甜甜的味道 是會讓男生女生 喜歡喝牛奶的很喜歡 不喜歡喝牛奶的 他也完全不會排斥 對 好神奇喔 然後我帶給松哥分享 一定要的 我覺得來吃一包 不需要 我覺得阿豬自己會喝 家裡面有小朋友的 都非常需要 我帶來小法寶給大家分享 好 歡迎 小法寶 就是他 霸膏小子 就是希望我們家的兒子 身高霸膏 霸膏小子 我那時候拿出來 給我們家小朋友的時候 我一直拿單包裝 就像這樣子 但是我那時候拿不是這個口味 大家現在拿到的 這個是最新的口味 草莓口味 這很好吃 當然它有原味 跟焦糖布丁的 好吃 我們家妹妹最喜歡 是草莓口味 對 一打開 其實真的很像草莓棒 草莓奶昔 奶昔的味道 然後哥哥最喜歡 是焦糖布丁的 那當然原味 其實我覺得一般接受度都很高 這樣子一包的霸膏小子 就等於我們一般 2.5公升 家庭號的牛奶的份量 對 它裡面的鈣質 就等於2.5公升 所以你看我們在家 怎麼可能一天喝完 這麼2.5公升 小朋友一定會吐的 我們家三個小朋友 我之前買羊奶 羊奶真的很貴 然後我很怕 就是這樣子很傷本 我都會透水 就是 我家有搶 我家有搶水 羊奶搶水 我已經 因為真的很貴 然後你知道 因為你不能夠買單瓶 你要買就買兩瓶 你要買就買四瓶 對啊 打招 我跟你講 因為真的很貴 羊奶真的很貴 等一下 你大口湯是煮真的嗎 裡面是大口嗎 大口 還在煮跳那種水 媽媽的人果 沒有 真的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 真的很傷本 除了傷本之外 還有孩子不可能 就算他喜歡喝 他也喝不了那麼多 那更不用講說大骨了 然後我要講 它裡面的鈣的成分 是天然水減牛奶鈣 大家可能會比較常聽到 可能是碳酸鈣或珊瑚鈣 但是天然水減牛奶鈣的吸收率 是碳酸鈣的1.5倍 也就是說它的分子量比較小 所以今天不飽 有那麼好動 除了鈣是不是也要補充蛋白質 那像吃雞肉不就夠了嗎 雞肉 我之前有熬雞湯 大骨湯不喝就熬雞湯 我朋友也是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雞肉它是肉 它不可能可以吸收到身體裡面 因為它的分子量是大的 對 還有再者是 雞皮非常油 或者是你在熬其他的豬肉也好 都是油的 所以當我們在攝取過多的油脂的時候 反而會抑制孩子們的成長度 所以這件事情 有意思說變胖嗎 因為當然它的成長度 你沒有補到該補的 反而補到不該補的時候 身體就會覺得 我已經營養過剩了 我該給的就不會再吸收了 對 所以該要的我覺得是 你真的要找到好的地方去給它 除了這樣一包 你是不會吸取到多餘的熱量之外 它裡面還有一個非常棒的 就是膠原蛋白 對 膠原蛋白是 大人也可以吃 生態成長的膠原蛋白 大人當然可以吃 但是它是特別 妳還想多高妳 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它是生態成長的 所以它的分子量又更小 小朋友不是會去外面曬太陽嗎 要補充維生素D 對 它裡面有添加鎂 跟維生素D 還有維生素K 好棒 所以基本上 其實我覺得 鈣就是要相輔相成 你光是給鈣沒有用 你還是需要D 然後再者就是裡面有加上 小朋友最需要的就是 這好重要 它有DHA 而且它是專利的藻油DHA 像很多人都覺得 那是深海油有很多的 可能海洋污染 然後小朋友吃完之後 會有什麼重金屬的問題 他們家非常非常地挑剔 他們採用的是萃取 浮油海藻天然的DHA 然後在食品部分 他們自己有做SGS的驗證 所以基本上在檢驗的部分 父母親是完全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因為SGS就是最安心 然後父母親又可以吃 然後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也有偷偷在吃 然後我前一陣子 跟我家妹妹一起拍照 然後大家有看到 就是我們兩個距離 已經沒有那麼遙遠了 真的 我覺得在吃的過程裡面 其實真的連大人都可以吃 我自己都有感受到 自己成長了 所以我覺得松哥 你應該是沒有問題 妹妹真的 妹妹的比例真的 我覺得就是 你會看到就是 父母親會覺得 我的孩子 我終於自己有照顧到 對 阿松你還有機會 趕快吃 我剛剛就想說 他真相就很厲害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最近到來就兩個 一天一包就好了 你不要貪心 一天一包就好了 一天一包就好了 謝謝你的分享 好棒喔 雖然說今天看到很多那個 每個老師好像ㄎㄧㄤ的什麼 可是你看 ㄎㄧㄤ 沒有人說 坦坦是你說的 真的 我說看起來 乍看之下 但其實我覺得 就是像他們剛剛在討論到 他們之前遇過的小朋友 譬如說有一些 特殊的小朋友等等之類 他們都是散發出非常大的愛心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偉大的工作 希望每個家長都可以 找到很棒的老師 也辛苦你們了 謝謝你們 謝謝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